由于伽玛暴发生的时间很短并且没有规律 所以想要在广袤的宇宙当中发现并且捕获它是非常困难的 魏森的两个科学家在研制中法天文卫星的时候 对科学载荷从广度和精度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目的就是要又快又准地捕获伽玛高 8. 伽玛暴 卫星上搭载的四台载荷被分为大市场和高精度观测两类 分别为中方研制的伽玛射线监视器 光学望远镜和法方研制的硬X射线相机 软X射线望远镜 其中伽玛射线监视器和硬X射线相机是大市场探测仪器 它们的观测视野范围角度面积在1万平方度左右 它就像张开一张大网可以捕捉天空中无法预测的伽玛暴 因为太阳是0.25平方度 那么等于说我四个太阳才一个平方度 我1万平方度能够把四万个太阳铺在我的市场里面 它要这么大的伽子就是偶尔在这个身边发生了 我才能看得到 大市场探测仪就像是眼睛 可以灵敏地发现哪里发生了伽玛暴 在大概掌握了方位之后 卫星就会马上执行第二个动作 也就是用更加精密的望远镜 对伽玛暴进行高精度观测 卫星上还有两个比较那个市场比较小 能够高精度观测的望远镜 它会自主地自动转过去 精确地指定到我们发现了一个区域 这个过程是没有人的干预 完完全全是要自动 否则来不及 值得一提的是 中法天文卫星还配置了北斗的短暴文功能 以及法国的甚高频通信系统 依托这两套信息传输系统 卫星可以快速实现天地相互通信 这一套信息传输系传输系传输系统